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生川曾评价 半世纪以来她是继林青霞之后最有气质的女演员 而这一切和原泉热爱读书密不可分 在朗读者中原泉亲情朗诵一首《牡丹亭》 惊艳了观众也惊艳了时光 经常有网友拍到原泉在等孩子上培训班的间隙 手里捧着一本书 一个人默默阅读 郝磊曾经在《十三一》里谈到 有朋友说孩子学习不好 你想办法弄到电影学院上学去 但是读不懂书的人怎么能读懂剧本 还要不要说去呈现了 演员最重要的是理解剧本 理解人物 之后才可能去将角色刻画的入目三分 到了一定的高度 演员拼的不是技巧 而是理解 你理解了才能演到那儿 在电影《大上海》里 原泉就呈现出 自己对角色的理解高度 他和周润发饰演一对分开多年的恋人 在相见时 各自都有心人在侧 人前他们假装不认识 打完招呼 原泉挽着先生的手转身一个回眸 却诉说出多年的不甘 不舍 疑惑 周润发在采访中说 这个眼神让我有点接不住 他是演技实力派 没有读书积累下来的对人生的理解 自然演不出人生的白转千回 在圆圈看来 女人真正的美 不在皮囊 而在成长 与其在名利场的漩涡里野心勃勃 不如把注意力转移到自我修炼上 热爱生活 宠辱不惊 才能成就高级美 原泉说我们应该都是认真的年轻过的 也期待我们一起认真的老去 作为女人 没有谁能让自己的容颜永远不老 但如果心态年轻 知性优雅 无论什么年纪都会脱颖而出 闪闪发光 像董卿 他出口成章 口吐莲花 他说假如我几天不读书 我会感觉像一个人几天不洗澡那样难受 像毕书敏 他说 书不是胭脂 却会使女人心眼常住 书不是棍棒 却会使女人铿腔有力 书不是羽毛 却会使女人飞翔 像三毛他说读书多了 容颜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 不复记忆 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 若有诗书藏在心 岁月从不败美人 女人真正的美 不仅美在外貌 更美在心灵 厚重的坟底 持续的玻尿酸 都只能维持一时 唯有始终对生活有一份热爱 对读书有一份热忱 才能美在气质里 美在骨子里 美在岁月里 张小贤说 留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卑微 而是活得出色和独立 现实中很多女人 生活的重心不是围着家庭转 就是围着孩子转 毫无成长可言 很多时候一味付出 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别人身上 反而得不到对方的尊重和认可 当付出成为习惯 别人就会当作理所当然 而停止成长的你 也无法给别人带来新的价值 唯有独立 自主 不停止脚步 才能让人刮目相看 久久难忘 而成长离不开读书 你可以在围城中了解 婚姻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城里的人想冲出来 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婚姻 在会赚钱的妈妈 最富足的投资等理财大作中 懂得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万万不能 还能帮助孩子从小养成理财观念 在成功心理学 人性的弱点等书中 慢慢地洞悉人性 从而变得高情商 会说话 读书和所求将以通事理 读书越多 对世界的理解就越透彻 对自己的关照就越通透 对生活也越来越热爱 岛上书店中说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每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 在读书当中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也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读书和不读书真的过的是两种人生 好了 今天晚间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美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